第十四题 下列变化中哪些叙述为吸热反应 甲白色硫酸酮变成蓝色硫酸酮 以粉红色绿化芽菇式子变成蓝色 丙冰融化成水 丁水蒸气凝结成小水滴 有关于化学变化 我们国中所学的几乎都是放热反应 所以上课时老师说过 只要把吸热的化学反应记住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知道硫酸酮有水的时候是蓝色的 没有水的时候是白色的 蓝色的有水硫酸酮加热吸热之后 会变成白色的无水硫酸酮 所以反过来白色硫酸酮变成蓝色硫酸酮 应该是一个放热反应 所以我们的假选项是不选的 那么以选项绿化芽菇 那么我们知道 没有水的绿化芽菇是所谓的蓝色的 有水的绿化芽菇是所谓的粉红色的 所以粉红色的绿化芽菇加热把水蒸发掉之后 会变成蓝色的无水绿化芽菇 所以粉红色绿化芽菇变成蓝色 这个是一个吸热的变化 这个是对的 那么冰融化成水 这是一个融化的反应 那我们晓得物理变化融化是叫吸热的 所以饼也是对的 丁水蒸气凝结成小水丁 这是一个物理变化 那么凝结是从气态变成液态 所以这是一个应该是放热反应 所以丁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就晓得 我们在这个叙述里面属于吸热反应的 是乙跟饼 所以我们答案要选B 此次题我们答案选B 是属于吸热反应的是乙跟饼 我们在这边 我们下车凉B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